是不是这样的文化水平 大部分是对吗 那好 我想问一句了 2014年中国收藏界 瓷器界卖出了个很天价的东西 就这么大小一次杯子 卖了2.81个亿港币 叫名称化豆采鸡钢杯 你听说过对吗 你听说过豆采鸡钢杯 你听没听说过豆采葡萄杯 豆采铃铛杯 豆采繁文杯 豆采天子罐 豆采万子罐 豆采银细杯和豆采三球杯 这你听说过哪个 没有 你都没听说过 你这是高等文化水平 都没听说过 你凭什么指望 那高中文化水平 的解放军战士知道这些东西 那高中文化水平 解放军战士不知道 150年前文盲的英军士兵 他凭什么知道 有人说你替英国人洗地 说他们没抢对吗 真不是他们抢了 绝对抢 抢什么样的 姑娘你带的这种 你带的这种 四金四银闪闪发光 带珍珠带宝石的 为什么抢回家就能换钱 瓷器青铜器 第一不认知 第二不好携带 你见过谁打仗 那怎么流逝海外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是不孝子孙卖出来的多 我说两个人的名字 你们估计都知道 第一慈禧老婆爷 1901年跑西安 到了西安没钱过日子 那宫里的文物 压到了一个地方 叫盐业银行换钱了 第二名叫爱心觉罗普怡 听说过吗 像打婚 没钱婚 又把宫里大批的文物 放到了盐业银行换钱 1927年盐业银行知道 你输不回来了 清情都没了 你拿什么来输 拿出来拍卖的时候 我知道英国人 买走的精美的慈禧 最少96年 皇上太后都这么干 八七子弟王公贵族 过不下日子的时候 是不是得卖老家底 见没见过这样 太郡 我这原青花大碗 我两万打烊手的 现在我缺钱 我一万五卖给你 行不行 其实它是换底的 只值一千打烊 有这种人吗 这是我们文物流逝海外 最主要的途径 特别是博物馆的 为什么 博物馆的售草品 主要以慈禧和青铜器为主 对吗 金银珠宝去哪呢 很简单 我弄一框子金银珠宝 我往回带不好带 怎么办 我找个人融了 打成金片金块金叶 是不是好带了 所以这个里边 只有大概不到5% 是掠夺来的中国文物 所以一会儿到了中国馆 到了慈禧馆 大家别着急 别生气 别砸玻璃 大部分不是抢的 所以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 因为我在知乎上 和他们聊过 后来把帖子都删了 为什么他们都说我是汉奸 我当不起 其实我们看东西 一定用逻辑来看 爱国主义情绪一定得有 但是有时候 我们适当的去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因是很简单 我们够富强的时候 我们这些东西能拿得回来 谢谢